大家好,我是阿忠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姜鱼片的小绝招 学会了这种姜鱼片的方法 我们在家里边做酸菜鱼 水煮鱼都不用发愁了 一道美味的酸菜鱼或者是水煮鱼 它的关键就是姜鱼片 鱼片姜不好的话,我们做了些成品啊 又糟又财,一点都不口谈 而且鱼片看起来一点食欲都没有 今天我们就把酒店里边的姜鱼片 小绝招就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话就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我们准备一条草鱼 草鱼的大小可以根据家里边有几口人来定 把草鱼处理干净之后 我们把鱼刺给它剃掉 再把鱼头给它去掉 鱼刺去掉之后,我们给它片成大厚片 都给它片成这种蝴蝶片 草鱼的鱼片我们片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片厚一点 不然它容易碎 鱼片片好之后,我们给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然后放到活水下面给它冲一下 冲个两分钟左右 把里边的血水都给它冲洗干净 把鱼片都给它冲得洁白 大家看一下这个鱼片 我们给它冲至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摸着有点硬硬的 然后里边的鱼片都特别的冲白 没有血水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水给它控出来 控干水分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它浆鱼片 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盐要稍微的多一点 不然的话,我们在浆鱼片的时候它不容易上筋 浆出来的鱼片口感非常的差 一点都不滑内 加入少许的白糖 加入我们提前备好的葱姜水 然后我们用手给它抓拌上劲 好,鱼片浆至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明亮 而且摸起来有点黏黏的 这样就上劲了 接下来我们打入一个正经的母鸡蛋的蛋清 再加入适量的生粉 再次给它抓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给它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增加鱼片的亮度 预防粘连 然后我们把它放入冰箱 给它冷藏20分钟左右 这样我们在后期制作的时候 它不容易脱姜 接下来我们把鱼头鱼骨头给它剁一下 都给它剁成大块 好,剁好之后 我们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给它准备一点配料 百叶从中间一泡为二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一指宽的条 切好备用 小芹菜一把我们给它切成段 切好备用 再准备一小把的豆芽 少许我们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青菜 接下来我们再切点小料 大姜我们切成片 大葱我们切成段 切好,装盘备用 大蒜将其拍晕 然后剁成蒜蓉 剁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准备的香料油 干辣椒段 红花椒,青花椒 红花椒是增香的 青花椒是出味的 白扣,白纸片,香叶 好,所有的小料备齐之后 我们上锅进行操作 接下来我们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长浆水 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我们先把豆芽和百叶给它穿一下水 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把芹菜段给它放进来 也给它焯一下水 芹菜段不能放到太早 因为芹菜它比较容易熟 下入芹菜段之后 我们再给它煮个五六七八秒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捞出装盘 装在一个漂亮的大盆中 接下来把我们剁好的鱼头 也给它放进来 焯一下水,去一下血沫 鱼头焯水的时候 不要焯得太狠 焯得太狠的话它容易碎 我们掉出来的汤容易混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捞出备用 再次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 放入少许的豆瓣酱 加入两块火锅底料 再把白纸片香叶 还有白蔻 给它放进来煸炒一下 这时候也可以把葱姜 给它放进来一起煸香 把所有的小料煸香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适量的开水 然后我们开始调味 五克的味精 十克的鸡精 三克的白糖 再给它放入三克的食用盐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销火煮两到三分钟 这样才能把所有的香味 给它激发出来 好,两分钟时间到了 大料的香味煮出来之后 我们下了鱼片 下鱼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一片一片的下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看着让人食欲打开 颜色非常的诱人 煮鱼片的时候火不要太大 要中火慢煮 火太大的话 鱼片容易碎 而且成熟度不均匀 老铁看一下 咱这个鱼片是不是特别的白 好,这样就可以了 烧开之后 我们把它倒入盆中 千万不要煮的时间太长 接下来我们把剁好的蒜蓉给它撒在上面 辣椒锅 花椒 最关键的还有白芝麻 上面我们再淋入少许的小木油 如果喜欢吃辣的话 可以再放点辣椒面 再把我们提前烧热的热油往上面一浇 吃辣一升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俱全 再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米人的小葱炖 再给它撒在上面 好 美味即成 好,这样我们这一份水煮鱼片就制作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色香味俱全 而且鱼片非常的滑嫩 滑滑嫩嫩的 非常的好吃 我们学会了这款浆鱼片的小绝招 就再也不会为做水煮鱼酸菜鱼而发愁了 这款浆这鱼片的方法 不但让你煎出来的鱼片洁白如鱼 而且露口口痰滑嫩 非常的好吃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制作不易 各位好朋友,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